学佛叫脱力轮回 离苦得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试图离开呢 这个是他的一个 核心的思想 是不是我们学佛之后 别人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呢 要什么给什么 有可能达到 这样子的境界 怀孕时发现 孩子是畸形 家里人也无法接受 一个不健全的孩子 应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蛮有争议的 是 是 是 这个就是一个 道德和现实之间的 一个选择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 会灯问道节目 在这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 慈程罗珠看部 为我们答疑解惑 让我们这些 徘徊在佛门之外 和刚入佛门的朋友 能够顺利地走出 最初的迷茫 让我们一起欢迎 慈程罗珠看部 欢迎您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 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 大家在生活当中 关于佛法的疑问 以及一些困扰和疑惑 看看我们的朋友 哪里有问题 这位 这边 慈程罗珠看部 您好 您好 我身边的人都说 那个学佛需要那个 脱力轮回 离苦得乐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都有所有的痛苦呢 都是那个 在生活当中 然后那个 就是 也趁着着快乐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试图离开呢 我想问一下 看吧 这是一个 也是我感觉 有点难回答的问题 对 确实是 佛教里面呢 它就是提倡 让我们这个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然后呢 大乘佛教的话呢 那就不是个人的离苦得乐 你要去做其他众生 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做起 然后呢 让其他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思想 那么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人生当中 生活当中 有苦也有乐 两个都是冰存的 两个都是存在 那么 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这个痛苦 能不能离开 能不能脱离 人生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到底能不能 这个有没有办法 远离这个痛苦 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试图离开这些呢 为什么要试图离开这些 这个道理很简单 比如说贫和福当中 我们肯定会选福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贫 对吧 那么福 如果要富裕 那这样子的话 那首先要脱离贫困 才能才能够服起来 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一个人 即使浮育 又是贫困 这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人生当中 是不太可能了 当然了 比如说你上半辈子贫穷 然后下半辈子浮育 这个两个是一个人的这个 一生当中发生了 但是呢 是不同的时间端发生的 这个并不是同时发生 所以比如说你要富裕的话 首先你必须要脱离这个贫穷 脱离了以后呢 才有机会这个富裕 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人 痛苦和这个快乐 这两个当中 我们肯定是会选择 这个快乐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痛苦 那但是呢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是对的 那我们的人生当中呢 有痛苦 有快乐 凡是有快乐的地方 都是有痛苦的 那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是要 我们其中选一个 为什么是要选其中一个呢 从理论上讲的话 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一定会去 看病 治病 我们不会说 这个人生反正就是生老病死了 我就无所谓 不可能这样子 有健康 就有这个病苦 有病苦就有健康 反正我这个两个都有了 所以我无所谓 不我们都不会这么讲 我们就一直都希望 我们会选择健康 我们不会选择这个病 病痛 那这个都是这个理论上这个选择是没有错的 都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对的 但是实际上 在实际的这个这个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这一点 做得到这一点 这个是问题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们人生有幸福的地方就有痛苦 所以就佛 佛教里面也就讲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幸福呀快乐 都有有 有漏 这两个字来形容 有漏 有漏 这两个字 对 有漏 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就讲 有漏 就是有漏洞的 不是很完美的 有缺点的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感觉到 感觉到幸福 感觉到这个快乐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只看他的这个幸福快乐 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受到的这一面 然后后面的更多的事情 我们没有去考虑 没有去思考 如果稍微再往深的地方去思考 这个幸福 这个快乐 到底 它会让我 这个堕落 还是这个提升 还是前进 还是等等 进步 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漏洞 所以 佛教里面就叫做幽漏 就叫做幽漏 所以 这个人生当中 轮回当中的这个幸福 都是快乐 都是离不开 这个痛苦的 这个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把它们两个分开的 我们只需要这个幸福 然后把这个痛苦呢 全部把它扔掉 有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方法是肯定是有的 那么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健康就有 有这个病痛 为什么有快乐就有这个 这个痛苦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只有幸福 为什么不可以只有健康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我们就去研究 去看 去了解 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的根源 找到了这个 它的根源 为什么这个有漏的幸福 就离不开这个痛苦 是什么原因 我们一定会找到它的这个源头 源头在佛教里面就讲 无名 无名就是一个无智 无智 就愚蠢 这样子 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 从这个生活的层面 可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呢 这个非常非常聪明 聪明到几点的这个人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 他也许犯了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错误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在这个 就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问题上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导致了 我们他追求了 就很长一长时间 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幸福 背后又出来了一个这个痛苦 他不愿意的一眠 那么这个有可能是因为 他聪明的同时呢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可能不太聪明 也有他的一个不了解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让他的这个幸福就离不开痛苦 让他的健康就离不开这个病痛 就有这样子的可能 所以呢 佛教就是 佛教就是他建议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这个生活 全方位的去了解世界 了解这个人的生命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把这些一些我们让我们产生一些痛苦的这个因素 我们可以把它断掉 可以把它从根上面可以缠除 这样子以后呢 以后呢 以后你的你的这个生活当中 只有幸福 没有这个痛苦 这个完全是可以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第一个理论上这个这样子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第二个这个理论要我们要去时间 螺丝 这个如果我们自己稍微投入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方法没有错的话 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样子 谢谢看部 我们明白 好的 谢谢看部 谢谢您 其实看部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快乐可能承载着各种痛苦 然后如果最后解脱或者到达一定境界之后 我们的快乐其实是一种不悲不喜的快乐 是一种大自在的快乐 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子理解 比如说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层次 有不同的价值观 比如说不同的人也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个价值观 然后这个都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不同空间的人 不同唯独的人 不同层次的人 有他的价值观 有不同的价值观 然后在这些价值观当中 他们人丁的这个这个幸福和快乐 也有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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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 所以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东西 可能也许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意识提升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 也许我们对过去认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们也许觉得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当我们是两三岁的时候 特别特别执着的这些玩具 比如说你七八岁了以后 你可能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就不太感兴趣了 然后十岁的时候 七八岁的时候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些 觉得特别重要的 特别执着的这些东西 可能是二十岁以后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 人一直都在这样子的 一路这样子成长 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价值观也不断的在更新 在更新 那么每一次这个更新的时候 就产生了有新的追求 然后有新的定义 对这些周边的东西的定义 那么这些定义呢 有些是跟我们过去的 这个是冲突 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会 我们自己成长了以后呢 我们会主动的去否定 我过去的一些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那么我们比如说一个人 活到了七八十岁 那么就是人生就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呢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仪式 也就成长到这个极点呢 其实不是 如果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我们遇到了其他的方法的话 那么这个就可以我们的把我们的这个意识呢 可以再更高的可以提升和成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有新的这个价值观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许觉得 这个我们我的国去认为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快乐的 其实不是 在上面还有更幸福 更快乐 更有意思 可能会发现这样子的事情 明白 谢谢看部 跟下面还有哪个朋友想提问 看部您好 你好 佛教讲布师 是不是我们学佛之后 就是要任人宰割 然后别人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蛮犀利的 是是是是 这个也不是任人宰割 这个有一个过程 比如说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你学佛端联自己 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只要你有这个东西 有人要 那要什么给什么 可能有可能达到这样子的境界 但是呢 显截端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比如说还有就是 佛经佛教里面讲 比如说身体的这个补食 身体的补食 把自己的肉割下来 等等等等 那这种补食呢 比如说在大乘佛教里面讲 我们的这个经节 达到一定的时候呢 可以做 但是如果人的这个经节 还没有达到这个经 这个搞读的时候 都不可以做的 佛教里面就是 前以后呢 前以后呢 先是我们 从最简单的开始做 比如说 比如说你甲犁 肯定有很多很多 你自己平时 不太勇的东西 但是呢 这些你不太勇的东西 对于你来说 不是很需要的东西呢 对于其他某些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勇的 非常需要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先是从你最不太需要的东西 不是送给人 然后呢 就逐渐逐渐的这个学习 逐渐的学习 最后的时候呢 如果你最喜欢的东西 最喜欢的东西 你也就能够送给别人 就达到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布施 这个叫做这个 布施的这个波罗弥多 波罗弥多意思就是说 已经达到了这个彼岸 从慈安 慈安就是我们什么都舍不得 这个就是慈安 然后呢 慈安就到达了彼岸 彼岸 最后就是我们 如果有人需要 我什么都可以送 能够送 至少我内心当中 就没有这种障碍 没有这种障碍 没有烦恼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时候呢 叫做这个达到了这个彼岸 但是这个中间呢 就是有一个蛮长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不是这样 不是人人宰割 那这样子就是 谁都不敢布施了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最后的时候呢 最后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布施的心培养出来了 锻炼自己了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做这样子的布施 也不难 而且你也很乐意 这个乐意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这个过去我自己的活得的东西 都得不到这样子的满足感 我现在失去 现在把这东西给予 这给予就给我带来了 很大很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之前我是不是给予 我是缩取 但是这个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满足感 所以最后呢 你送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还没有训练之前 是不需要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你就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不是很需要的东西 送 这也是一种故事 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国取的这些修行人呢 比如说 他训练的时候 就把左手和右手 就当做两个人 然后呢 我左手里面放一个东西 然后说 这个送给你 放我自己的右手里面 然后右手里面的东西呢 我又把它送给左手 把左手当另外一个人 送给你 这样子训练 这么简单的一步一步训练 最后 他可以训练到完全可以 这个不是的这个经济 这个过程 所以不用害怕 谢谢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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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过程了 不是也是我们发心的一种方式 也谢谢堪布的分享 好我们继续 下一个问题 看到有朋友 堪布你好 我是替我一个朋友 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怀孕时 发现孩子是畸形 或者有严重的疾病 医生建议 不生下这个孩子 家里人也无法接受 一个不健全的孩子 应该怎么办 谢谢堪布 这是一个蛮有争议的 那也是道德或者是佛教的因果 这些场面都说不过去 说不过去 所以这个道德和现实之间 怎么选择 这个确实不好说 但是当然了 从佛教的这个角度讲的话 那就是他一定会说 不管怎么样 你要保留下来 因为他的比如说身体 有问题 那是他的自己的 国取的这个 因缘 让他生下来 是你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再有再大的问题 再严重的问题 他也是一条生命 所以你要允许 诞生 这个生命 不要去阻碍 然后他生下来了以后 他幸福和不幸福 是跟他自己的 这个国取的因缘 有关系 是跟他自己的业力有关系 那么他生下了以后 你可能要付出 跟其他的孩子付出的 多几倍 或者几十倍 那这个也跟你自己的 这个过去的因 是有关系的 父母就因为有这样子的 就为什么有这样子的 这个孩子 那这跟父母自己的 这个业力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所以你现在 把它做掉了以后 然后这个恶性循环 这个因果就更加的会严重 这你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个不等于你们之间的 这个因缘就了了 又接下了一个更不好的 这个因缘 所以一定要生下来 然后你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为他付出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 第一个他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孩子 然后他是你的 又不是他的 这是都有一定的这个因缘 在里面 所以呢 你就是考虑 这些就是考虑这些问题 你就把它保留下来 另外一个 他也是一个一条生命 一条生命再怎么样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这个条件下 只要是一条生命 要允许他活下来 佛教他会这样子回答 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他也会这样子告诉 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就有很多的这个困难 怎么样这个选择呢 还是个人选择 道理都是这样子 能明白 其实有些时候 这种纠结的选择 对每个人特别私扯 但可能有一些 纪录片当中所说 他们说 无论怎么样孩子 是上天给 我们人类的一个馈赠 应该好好爱护他 对 希望大家在选择当中 能够自在地面对一切 上天给我们的选择 对 尽量就这样子 那么也感谢看部组的精彩作答 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本期到这里就搞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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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